確實今天很多人在線上等三點 等什麼就是等王力宏是不是會出來 不過到現在還是沒有給個說明 我們要請教一下侯文議員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優質偶像 當然這很多人 特別是很多粉絲說心都碎了 原本覺得他是一個 學歷這麼好 然後音樂素養這麼好 又愛妻又愛家又愛小孩 這個優質好男人 結果現在全部大崩壞 甚至還被說是個媽寶是個爸爸 已經這麼大年紀了 還要爸爸出來來幫你背書 汪文議員 我曾經有幾次 就是以前台北市辦活動 找王力宏 就是因為他形象非常好 然後我的距離 大概就是我跟孫大謙委員的距離 然後我看到就說 這個男生真的是 完全沒有任何瑕疵的帥 真的好帥好帥 然後他音樂又這麼好 然後形象這麼好 那我都覺得說 然後他不是後來結婚生小孩 那整個是很愛家的好男人的形象 那當然你知道在坊間 因為有時候我會去追一些娛樂新聞 就在坊間大家會有一些說法 大家都就是傳言 所以我覺得這次他的太太李靖蕾 大家形容為說 發這種毀滅式的一個這樣的聲明 對他的打擊非常大 因為這裡面包含 就是說我們所認識的王力宏 包含他講說他會召妓 包含他是在全世界各地都有 會什麼什麼約炮等等之類的 然後他跟很多的這個女歌星 或者一些女演員 就是也都 因為他雖然用什麼什麼叉叉的 或者是說他在不顧防疫 還跑到他們家去那個什麼 去見他什麼等等之類的 你只要跟過去的那個新聞 一比對出來你知道嗎 這些完全就可以比對出來 是誰誰誰 那所以就說在這個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 王力宏是渣男嗎 所以也就是說在這短短的 李靖蕾的聲明一出來之後 王力宏的形象整個都大崩壞 完全大崩壞 那包含他不是在北京的機場 那大家看到他 他還打了一個招呼 你知道嗎 打這個招呼 然後網友就大罵他 就覺得你還有臉嗎 你還又等這樣子好像一副 你沒有愧意啊 你也沒有這個要道歉的意思 大家在想說你什麼時候道歉 那但是沒有想到 我覺得今天是最勁爆的這個發展 就是他王力宏的爸爸出來 幫兒子講話 那當然很多人都覺得說 這個王爸爸是提油救火 因為李建磊繼續的反擊 那這裡面又包含說什麼 李建磊當時是因為什麼 他因為懷孕了 然後要就是要結婚 可是我作為一個女性 其實我第一個感覺說 不然呢 不然呢 就是說我來要求結婚 不然你要怎樣 是要讓我墮胎嗎 還是要讓我怎麼樣 當成那個什麼 就是一個未婚媽媽嗎 所以很多人就說 怎麼會是最後這樣的結果 那我覺得就說對於一個 我們政治人物這形象很重要 就像那個之前那個林秉書 不是大家也都認為 什麼文青啦 然後保讀詩書啦 沒想到搞半天可以這樣子 那種家暴打人 然後拍那些影片 所以我覺得對於一個長期一直小心翼翼在維護自己形象的王立宏 我認為這次是非常非常打擊啦 那所以當然我知道這個新聞點閱率非常非常非常高 可是呢我同意黃偉翰所說的 也就是說我們昨天公投的結果 老實說我覺得跟這個事件 我覺得影響並不是那麼大 那大家可能是在一個非常無聊 枯燥苦悶的這些政治的新聞裡面 大家去關注這樣的一個八卦新聞 因為這實在是太進爆了 那但是 對於老實講 我不是很一個怎麼追星者 可是我真的覺得就是說 所有的公眾人物 形象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如果你的形象是變成 他不是還有一個什麼他P圖嗎 就是他們全家福的那個照片 那事實上那個照片說只有他跟他的父母三個人而已 那最後呢P成一個全家大團圓 還有他老婆在裡面 像這樣子的方式去做一個P圖式的 來營造所謂的好男人形象 我覺得還滿厲害的 那我不曉得以後政治人物會不會選 我看馬上就會有一些政治人物來選 不過其實反走過必留下痕跡嘛 所以現在網友也說很多人就說 因為女性意識抬頭 所以也有人說這個李慶萊文筆非常好以後可以來出書 應該是會滿不錯的 對還有那種專門寫作的作家去分析他的文筆 說他的文筆是非常好的 而且事實上是有渲染力的 而且是好像 所以有人講說這篇好像不大像是衝動下寫出來的一個文章 就是認為說條理分明這樣 還有人說這個雷神之錘真的是全權到位 不過在這當中我們也看到在這一次的這個處理上面 我們要來請教一下維園 好像在王力宏的危機處理 是不是不是那麼OK呢 他的團隊現在也被大家說 你的律師在哪裡 你的經紀人在哪裡 首先這個李慶萊的文筆真不錯 其實網路上有在開個玩笑 因為我們現在網路畫素食畫的時代 大家那個文章越寫越短 怕大家沒有耐心看 但李慶萊證明一件事情 你文章寫得夠好 你夠有情感 即便是長文 每個人都會把它看完 像連續劇一樣 李慶萊他其實學歷滿好的 所以他有這樣的文筆 老實說大家不意外 而且他的那個長文裡面 提出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他點出一個女性在家庭裡面的地位 他即便是家庭主婦 但他在家庭裡面的奉獻 不會亞於一個在外面賺錢的男生 我覺得他把一個女性的 一個主權的意思 把他講得非常好 而且不卑不亢 很多人都說 剛剛黃維園也有講到說 他這看起來像是一個 很平靜的情況之下 寫下的這個文章 的確如果面對這樣的情況 很多人在訴諸情感說 這男生偷吃 這男生劈腿 這男生亂七八糟 很多情感的話 爭取社會大眾認同 這是很多人會去做的事情 但李慶萊不一樣 他平鋪直訴的 但不卑不亢的把 他的訴求 跟他過去面對 在王家面對的情況 把它一一寫出來 當然老實說今天王力宏 到至今還是沒出來回應 李慶萊今天說三點要下最後通牒 希望王爸爸跟王力宏要道歉 那現在看起來 王力宏這邊也沒有反應 我必須說王力宏沒有特別反應 的確我覺得事情還是要看兩照 但是目前的事實的真相跟證據 種種看起來 的確還有比較偏女生這一方 那今天王八到底是不是提油救火 我認為就社會觀感來說 跟以現在評價來說 當然是提油救火 王力宏今天幾歲的人 已經四十多歲了吧 你一個成年的男生 不管今天李慶萊說 是對的還是錯的 你都應該自己出來 去面對這個事情 怎麼會由您的父親去出來講這封信 再加上您父親講的內容 其實是不斷地去詆毀李慶萊的 所以就社會觀感來說 當然會認為說 王八你這樣不應該 回去看所有的社會的案例 只要過去那個家屬好了 就是加害人的一方 他只要是由他的爸爸或媽媽 出來講話的時候 其實民眾是不買單的 所以他的經濟公司 的確面對這個情況之下 危機控管就是沒有做好 沒有做好你基本的危機控管 回到李慶萊這個事情 我覺得他也呈現一個事實 大家知道王立豪是個優勢偶像 他的媒體資源形象都非常好 李慶萊過去是他的妻子 但大家會對他比較陌生 比較不認識 但今天只要這個事實的真相 是正確的 這價值是正確的 是有道理的 他平鋪直樹把他租出去 面對一個龐大具有媒體資源 或一個形象資源的一個大鯨魚 他還是能去對抗他 民眾還是可以看清楚 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所以從這個案子 回到國民黨和民進黨 我也覺得 國民黨或國民黨執責 不要太難過 我們譬如公投 我們面對這核心 我們就是把萊豬就有害 這其實全民都知道 你面對民進黨 不斷用大內宣大外宣 這樣去洗 我覺得其實民眾還是知道 民進黨政府就是做錯事的 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知道 怎麼是 所以我們也知道 有一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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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一個文章 的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